朋友好,歡迎回到我的建文書房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本書 就是The Happiest Man on Earth 叫自己是世上最快樂最幸福的人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在納粹德國時期下 一個集中營的幸存者寫回自己人生的傳記 這本書其實是澳洲一位朋友 是我們建文書房的讀者 看完後寄來給我 希望我可以在頻道介紹這本很有意思的書 看完後亦是很有意思的 特別看這本書時 剛剛是跟一個在病中的朋友對話 對話完後我馬上去書櫃拿這本書來看 因為當時有個很強烈的感覺 覺得人在虎難如何可以尋找到一些希望 我就想起這本書拿來看 這本書的主角叫Eddie Eddie其實是在德國出身 他說他自己在德國他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城市 實際上一個很好的城市去到長大 那就是萊比錫 萊比錫這個地方可以說是一個八百年歷史的古城 引辱了很多德國很有名的藝術家 文學家哲學家 包括巴克、舒曼又或者好像我們見到的作家 哥德以至尼采其實都是在來比錫這個地方引辱出來 所以一個很有深厚歷史背景 一個文化之都 他以這個作為一個德國人為傲 特別以七身地為傲 但是結果他在二次大戰前他在德國 他就是被視為一個猶太人而受到迫害 其後他到流亡要走到歐洲其他國家的時候 譬如去到比利時 人家就不是當你猶太人 就當你德國人一樣將他困在某些給德國人的集中營裡面 所以他說從來都在這種身份擺動裡面 是受不同類型的苦的 當時猶太人在納粹德國希特拉統治下 就成為了他 我們英文叫skate goal 總之有什麼問題 就是賴這班猶太人造成了德國人問題 要你追深一點你知道一次大戰 即德國戰敗之後 他們是要他們賠償很多錢的 英法這些歐洲國家要他們賠償很多錢 而去到一個地步整個德國是面對著一個很大的經濟危機 而他們很多時候在這種這麼痛苦的環境裡面 就開始找一些待罪羔羊 為何我們當年會打敗仗呢 其中一件事他會覺得那些猶太人 其實從來都在處不是真真正正是愛護德國的 他們很多也是共產主義者拉著德國人的後腿 所以其實無論是一次大戰以至之後 德國有些時候會將他們自己的社會問題 就賴在猶太人身上 這種對猶太人的迫害去到的地步 作為一個猶太人的小孩子當時 這個Eddie他在西哥讀完中學之後 他是無書讀的了 他想再讀的話 當時就遇見了這些對猶太人的壓迫 他連讀書都無得讀 他爸爸為了希望他能夠再讀書 特別是想他讀工程 結果就幫他轉換身份 所以轉換身份就是 找了一個失了中的一個德國本土的小孩子 是德國裔的 拿了他的身份證之後 就將他變成了他兒子的一個新的身份 讓兒子可以去到第二個城市 開始讀這些工程的學校 但是自此以後 Eddie差不多要跟他家人要斷絕來往 因為他不可以被人發現 其實他是一個猶太的家庭走出來 後來就引起了一個悲劇 首先就是這樣分開對個小孩子來說 其實他覺得很痛苦 他還記得在書裡面說 他有一次打電話回到家裡面 就覺得很孤單 在第二個城市那裡 又無親戚又無朋友讀書 他爸爸說當時跟他談電話沒有什麼 但其實他知道他爸爸電話收了線後 就哭到好像個BB那樣 哭得很厲害 所以他爸爸其實都是很痛心的 他爸爸只是跟他說有一日你知道我這樣做是為你好 但是做這個事件 即將他換了這個身份 結果其實都不能夠真真正正保密 因為有一次Eddie走回自己家裡 還想給個surprise家裡 想突擊讓他知道我回來探望你們 他家裡是無人的 他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裡睡了一晚 結果就被一些納粹軍 那些SS 就將他們捉了之後 就將他送去集中營 不過這就是後話來的 我想繼續說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當然很愛他 用了方法去保護他 希望可以繼續讀書 他自小其實受爸爸影響都幾深 爸爸很多教徒在這本書裡面 他都會重複的 比如他爸爸說一個人生命的價值 遠遠是超過你銀行的戶口 即是你給你銀行戶口裡所儲的錢 是更加有價值更加尊貴的 這個他自小爸爸教他 他爸爸也教他Family First 甚麼都是要家人要先 很著重家庭價值 他見到他爸爸是身體力行的 他爸爸見到他爸爸說 即使家裡有時候不是很有錢甚麼都好 他願意將食物經常跟貧窮人去分享 最記得一件事就是 我講過他因為其後暴露了身份 結果被人拉了一個集中營 但因為知道他懂得這些工程技術 結果那些德國士兵 政府決定送他去一個工廠去工作 為德國的軍隊工作 在他去工廠的過程中 他爸爸就帶著他去逃亡離開德國 逃亡時都很驚險 他們在邊境要走過去比利時 那時時 邊境那時有些巡邏車 那些巡邏車的燈會這樣轉 他們只能夠把燈照到他們這個位置 拍在地上 當他光一離開他 他就在那支燈尾轉回頭 那麽短的時間 他們就要衝過邊境 爸爸就說你要死命地走 你不要轉回頭 誰人叫你你都不要停下來 他就這樣不斷向前走 但發覺走到那麼上海 看看旁邊爸爸不見了 然後轉回頭 原來他爸爸在那麽危急的關頭 仍然在幫緊一些走不動的婦女 因為一起偷渡他邊境 不只是他父子 見到有些人走不動或跌了 他就去扶人家 結果那支燈真的照到他身上 結果他無法跟兒子一起流亡離開德國 但幸好他無被人抓 他立即離開了 但他跟他爸爸在那一下分開了 但他見到他爸爸這種無私精神 其實非常影響了這本書的作者 Eddie 他自己怎樣看他自己在人生做什麽事情 除了爸爸對他影響之外 這本書也講到他在集中營 遇見了一個很好的朋友 這個人叫做Kurt Kurt他都去過兩個集中營 兩個集中營都撞到這個朋友 真是很奇妙 第一個集中營當然我再講 他暴露了自己的猶太人身分 就捉了一個集中營 認識了這個朋友 他講到這個集中營其實都很恐怖 這個集中營側近有一個樹林 他在書中寫著樹林的名字叫Singing Forest 會唱歌的樹林 這個會唱歌的樹林或唱歌的森林是什麽意思呢 因為它在集中營的旁邊 集中營經常有些人在樹上受到折磨 或者被人窗閉之前大喊大叫 結果在森林裏面不斷又回聲 這個所謂聲營唱歌 其實是這些新淫聲痛苦呼叫聲的一些回響 所以你聽見是很恐怖 在那個監獄裏面或者集中營裏面 他已經學到明白到 爲什麽那些人寧願選擇死亡 都不想再生存下去 因爲實在是太痛苦 那這篇書裡面記載有一個牙醫 他怎樣利用集中營的士兵 離開他們的視診大概十多分鐘 他怎樣要利用十多分鐘 就可以自殺 從醫生去割邊條的血管 令自己可以在盡快十多分鐘內 流足夠血令自己死 都要這麽細心去設計 因爲對他們來說 死反而是一種解脫 而不是在裏面繼續接受折磨 所以後來去到 去到其後另一個更大集中營在波蘭 你見到有些人會衝向高壓電線 因爲他們已經受救苦 寧願死,死才有解脫 在那些集中營裏面 譬如說其實在波蘭很出名的集中營 就是奧斯威申 他說在奧斯威申裏面 其實那些猶太人在裏面 可以生存到的時間平均大約七個月 多數都是在那裏捱不住 即死了被人槍斃了 或者自己病死了 其實很少捱得過七個月 在這麽痛苦的環境裏面 生又不行,死又不行 在全境裏面 他發覺友情真是很重要的 這個Kurt跟他可以說是互相照顧 他也有很多方法 有時候可以找多些食物 舉個例子譬如主角 他有一個工程師 他懂得去修理一些東西 他見到一個穿了洞的一個小鍋 他想辦法怎樣補好這個鍋之後 就幫那些人煮他們的小薯 包括幫一些士兵等等 去煮他們的小薯 因為小薯不煮熟其實有毒 就算你分配了有小薯也好 你無法可以煮熟的小薯 拿小薯也無用 他會幫人煮小薯之後 然後拿小薯作為一個報酬 他可能會多一點食物在集中營 他們大家都會這樣用辦法 賺了一點食物之後 互相分享 希望可以兩大家一起生存下去 這個友情很重要 我最記得他在其後第二個集中營 就是這個奧斯衛生集中營裏面 他曾經試過有一次病了 過幾兩個星期在醫院裏面 不立即爆了他其實都是很難得的 因為如果你病的話 其實很容易開槍就打死你的 因為覺得你已經做不到事 只不過因為這個主角 他是一個工程師 他有很好的技術 他經常都想辦法怎樣保持自己的體能 所以當他病的時候都沒有即刻處缺他 但還是可以隨時死的 如果他覺得你治多一會兒都好不回來 他就毫無疑問 就打槍在你的頭上 所以其實他的朋友都很擔心 究竟他入了醫院會不會再出來呢 結果一個朋友呢 就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帶著一碗很熱的湯 都要走到醫院那裏 就是集中營裏面的醫院去探他 當時他窗外面見到 這個朋友去探他的時候 後面有兩個士兵跟著他 他想大聲叫他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但他的朋友都是這樣走過來 結果被兩個士兵截著他之後 找那碗很熱的湯 就兜頭淋在臉上 結果他受到很大的傷害 你想想這個朋友就是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 都想見一見他 所以他說友情 他感受到他仍有愛在這個世界上 是令他生存下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有一句說 to live another day so that I might see him again 他說有時他有一種意志 再捱多一天我不可以死 我要生存下去 都是想見一見這個朋友 所以你看到友情可以是這麽重要的 所以他爸爸對他的影響 他爸爸的愛他爸爸的智慧 以至到這個Kurt這個朋友 那種這麽永恆的一種友誼 是很幫助他當時在疫境裏面是沒有放棄的 講多一點在波蘭的奧斯威生的集中營 這個集中營死了幾百萬個猶太人 很多都是在裏面做苦工 那麽上下覺得你都已經沒什麽體能 做不到什麽就拿你去那些煤氣室 那裡焗死他們 而焗死的過程裏面還要是猶太人幫手 送你進去 你死了之後猶太人去撞你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那很多很多的人就在裏面死了 那這個奧斯威生這個集中營 恐怖的地方其實不是只在裏面發生的 當他們在德國集中了這些 將這些猶太人集在一起之後 送去波蘭這個集中營的過程裏面 其實都很人間地獄的 那當時這個作者就說 哇二千計的人這樣上火車 一百五十人就塞在一卡車那裡 一百五十人塞在一卡車那裡 過差不多是你坐都沒得坐的差不多是 逼在一起 那那個旅程是幾長呢 九日八夜 在這九日八夜裏面就只有兩桶水在這個車卡裏面 一桶水是給你喝的 另一桶水是給你去廁所 大小異變就是去這個桶裏面 沒有食物的 九日都沒有食物的 一個人九日沒有食物未必會死的 但如果水不夠是會死的 那他爸爸就很厲害 他爸爸立刻去找些紙 撕了一百五十份紙 每個人拿在手那裡 其實應該三百份 因為每人有兩份 每人一日可以拿兩杯水 不可以多過這個 那他爸爸就做一個管理者 每日就去收那張紙 分配一杯水給他 第二天再給些紙他們才可以拿水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們那卡車的一百五十人 就可以捱到尾的時候 只是死很少數人 大部份的人是生存下來的 但他說聽見旁邊的卡車 賣尾那幾天 那些人大喊大叫 有些人說我願意用一隻金戒指 換一杯水給我的充兒子 他已經捱得很厲害了 但到最後兩天 一顆聲都沒有 因為結果是整卡車的人死了 你想想其實很恐怖 非常恐怖 就是這樣 旅程已經死了那麼多人 你拿車之後 那不是代表你生存了 你就一定可以安全入集中營 有一個醫生 一個殺手醫生 站在火車的下面 那裏 就是怎樣 他將人分流 分了兩條隊 一條隊其實是 給你進集中營做苦工 另一條隊 馬上載你去某個地方 將你焗死 那他就是判斷你什麼 判斷你的體能 究竟你是否有足夠的能力 去做苦工 那他和他爸爸 就在這一下就永別了 他爸爸就分了去旁邊的行 那裏 他就是分了去一個集中營的工作裏面 入到集中營裏面 又不是馬上給你開工的 他先有幾天裏面 先運到你一個機壓的 一個好像監房的地方 同一時間 他有148人就塞在一個農房裏面 又是一樣 你想睡也很困難 在那幾天裏面 他說其實是想看下他們 是有幾頑強的意志 是否真的捱得住呢 是值得留在這個集中營裏面 為德國人做苦工 中間裏面他們會威嚇他 看誰精神會失常 或者覺得有什麼不妥的話 結果就將他們去窗閉 他說結果在那幾天裏面 你只會聞到血腥味 你看到那些人那種瘋狂的呼叫 他百多人裏面 148人 結果有18人 其實就捱不過這個階段 他進去那時 每個人就給了一張紙 去寫了個號碼 他說這張紙你不可以不見 跌了的話就會窗閉你 到最後那天 他經過那幾天的煎熬之後 要每個人交出個號碼出來 他發覺他抹開手的時候 是成手都是血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緊張到那幾天 是拿到那麼實 那些手指甲插入自己的手掌 那裏 你可以想下每個人的狀態是怎樣 在這個集中營裏面 他見到很多人性軟弱 為了要生存下來 怎樣去討好那些士兵 甚至有些人猶太人 就好像漢奸那樣 做這些德國人的爪牙 怎樣去到監視自己的同胞 甚至是迫害自己的同胞 毒灰等等 去到獲取多點食物 讓自己生存下來 他也見到那些德國士兵 是很可惡的 他們的布前頭都有個金屬 有空無事便會欺凌這些猶太人 譬如說你在他前面走的時候 等你剛過了 他便一腳踢在你屁股那裏 等你屁股整塊肉爆開 他就嘻嘻大笑 他說這些是不需要做的 但有些人是會專程這樣做的 你見到那種人性 那種醜惡在這時候見到 但這些人有些 其實根本是很耐弱的人 他只是通過欺凌其他人 令到自己好像變得更加高大 有一次他真的忍不住 結果大聲渴那個士兵 說你為何要這樣做 罵他說你這麼無恥 但那個士兵結果不是開槍打死他 是聲都不敢聲縮在一邊 他說你見到其實有很多這些人 根本就是懦夫來的 他是通過去壓迫其他人 是將自己的自愛去擴大 但在習中央變成這些衰人之後 其實他自己就不斷提醒自己 他做人要有尊嚴 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嚴 是令到自己不要跌到 好似這些其他人這樣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坐牢的時候 其實有時在一些很細微的地方 我都要想一下如何去保護自己的尊嚴 細微的地步 譬如說可能你要見一個高級的 懲教署職員的時候 前面的職員一定叫你 叫Good Morning Sir 我只能想一下 我是否一定要跟你 我不跟你的犯規 我說早晨 早晨 他沒有說不讓我講中文 為何一定要跟足你講英文 Good Morning 這些可能很少 對你外面的人 對我來說 其實我想用這個小小的空間 令自己覺得我不是甚麼都要聽你講 他其實都是要提醒自己怎樣保持個人尊嚴 他說不是個個都是壞人 就算在這個集中營裡面 他都見到有些德國士兵 會靜悄悄被粥去吃 甚至有些人有一個士兵 最後來是一個工廠裡面 他不是正式的士兵 總之是德國人的管工 最後來是幫他去逃亡 他叫他躲在一個很大的儀器 一個桶那裡 蓋了蓋之後 就被車運走 那時候大家不知道躲在儀器裡面 去到某個位他就叫他動那個桶 讓他離開車就滾到山下面 但結果他發覺自己其實都還在集中營的範圍裡面 如果他要走的話 其實他走出去究竟走去哪裡 結果他走出去外面 真的走出去裡面 就在一間小屋那裡 拋門去求救 結果在那間屋裡面的農民 拿著槍出來就打了他一槍 他發覺原來那些農民其實都很怕接待他 在波蘭那裡 所以結果他只能怎樣走回集中營裡面 所以就算有人去幫他 他都是走不了的 但是他見到這些人的勇敢 和這些人的善良 在這麼惡劣的情況裡面都是去幫他 譬如這些在危難中見到人的善良 譬如說 還有一個叫做死亡的場征 就是當德國人已經慢慢慢慢發以國 他們就來戰敗了 他們就將奧斯威生集中營這些猶太人 就將他們全部要運回去德國本國那裡 要他們走很長的路 然後再搭火車回到德國那裡 他說這個過程裡面當然很多人死了 他們坐火車經過了捷克的時候 他見到那些捷克的婦女追著那個車 是扔麵包在上架車那裡給他們去吃 這個令到非常感動 就好像現在法庭裡面有些送車師 你不要小看這東西 我自己在車裡面也試過 就是判了你有罪 籌你從法庭去到監獄的過程裡面 見到車裡面的人追著跟你打氣 其實你是想哭的 當時他見到這些捷克的婦女 怎樣將麵包丟上車上面 讓他們可以吃多一塊麵包 他是非常非常之感動的 這個令我想起他書裡面都講到 他曾經在比利時那裡也想去逃亡 因為比利時後來都被德國入侵 走到法國那裡 在這個法國整個逃亡的過程裡面 法國的農民他是非常之欣賞 他說他們這班是最勇敢最有正義感的人 他去到哪裡都是問他 喂你吃了飯沒有你肚不肚餓 是很多法國的農民是願意去幫助這班流亡的猶太人 他自己也都受這種正義感 愛心所影響 有個小故事就是去到登革 所謂我們香港譯這個鄧扣克 你想想在2019年的抗爭事件裡面 很多人去東涌接抗爭者的時候 大家都叫鄧扣克行動 鄧扣克行動就是因為當時英國要撤走 他們在法國的士兵的時候 很多平民開了船 走到鄧扣克這個地方再走英國兵 當時這個作者就在鄧扣克那裡 他見到這些船去接載這些英國士兵 這班猶太人都走到裡面 是希望可以登船 但是他們英國士兵 那些長官跟他們說對不起 我們是無能力去幫你們 我們只能夠帶走我們英國的士兵 結果怎樣呢 當然很多人這班猶太人很失望 因為他們很痛苦很痛苦 才走到法國的海邊那裡 那部分人是怎樣呢 就馬上將那些死了的英國士兵的衣服 穿上身那裡 就扮英國士兵 結果上了船 是離開了法國去到英國的 結果逃出失天的 他自己都差不多是這樣做 他說去到呢 脫一個士兵的衣服的時候 他突然間就停了下來 他說這個士兵 這個英國士兵 是對抗這個納粹黨這樣 戰死了在一個異鄉那裡 他說他自己最後尊嚴 就是這件衣服可以蓋住他的身體 我怎樣可以脫走他的衣服 令他穿新露體這樣在這個地方呢 他想到這裏他就說 我不可以脫走他的最後尊嚴 結果是沒有脫這件衣服 所以你看這個作者 即使是他最危難的時候 他仍然都考慮到人類的尊嚴 這個是死者的尊嚴 也是他自己的尊嚴 那這本書到最後的部分呢 他作為一個幸存者 最後二次大戰結束 轉轉之後他亦都去到澳洲 安定下來 他自己都說其實他 不是那麼容易過一個新的生活 他可以過一個新的生活 是直至到他的兒子出生 他才可以放下這些痛苦和恐懼 一個人不放下過往這些事情的痛苦和恐懼 其實是無法真正自由的 他到他兒子出生才可以幫到他 即是放下這一切 那他自己有句話在這本書裏會講的 他説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And where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 他説只要我們能夠活下來 那我們一定還會有希望 你死了什麼希望都沒有 所以要活下來我們便會有希望 我們便會有希望 我説亦都因為你有希望 你便可以活下去了 一個人有了希望之後你有一種求生意志 究竟希望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真的兩樣東西來的 我覺得看這本書 第一樣東西就是家庭 他念念不忘就是他爸爸 他自己說他回想到他晚年回想 他一生人最快樂的時光 其實就是跟他爸爸媽媽一家人兄弟姊妹 大家塞在比利時一間屋角樓上面 當時很恐懼要逃避那些德軍 但他一家人齊齊整整地躲在角樓上 過了一段日子他反而覺得是一個很美好的時光 你可以知道就是家庭對他的重要性 這種家人的重要性 第二樣東西我想他在這種危難裡面 你見到人那種正義感 那種善良 亦都很鼓勵到他覺得還是有希望的 你想想他的朋友Kurt 怎樣送個碗湯過來 你想想他見到捷克的婦女怎樣扔麵包上去 甚至連德國的士兵怎樣靜悄悄去幫助他 其實他都是見到人還有正義感的 我想這些就是家庭的重要性 還有在一種最不公義的騙運裡面 還見到人的善良就是希望的所在 那我希望大家都在現在香港這個情況裡面 都是很壞的 但我們都不要失希望 因為在我們側近還有很多善良人 好了我講到這裏了拜拜